科技发展是一把双刃刀 虽然给生活带来许多便利 但是也成为不法之徒滥用的工具 近年来社会社交网络吹起赌博风 博弈活动泛滥 这些平台不只是高调打促销广告 吸引赌客放手一搏 还成立了行销团队玩心理战术 向赌徒开出诱人条件 请君入瓮 结果越陷越深 做什么我会去赌 我不算是赌球 我晚上就是说卡西诺 因为台阶门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条件 我给你申请 好像在微信里面 在网络里面 他们会有一些 看来好像是普通的游戏 但是他们可以转移这些游戏 成为一个赌博 而且赌到很凶的东西 自从博弈活动从线下转到线上 在人手一击的时代 随时随地都可以下注 赌徒越陷越深 加上难以控管 导致越来越多年轻人染上毒瘾 尤其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不少人待坐家中 败无了赖 生计又受到影响 于是萌生了 以小博大的念头 我严重到有一次 我跟我朋友 驾住车啊 我一个手啊 是一边按住堵的 一个手驾车 一边按住堵 我朋友都怕了 那个盆里面 他很多东西给你堵 堵狗堵码 什么鬼都有啊 然后堵那个号码 我不知道什么 我走去按 可以一秒钟啊 就是一百秒里面啊 你可以堵十多千 我一边按嘛 我赢哦 一边赢赢赢赢啊 你很过瘾嘛 你就一边去堵哦 一个手一边很快过嘛 一百秒你就一场 一百秒一场 我赌到是要快赢那个钱啊 所以已经是 不是叫病态 变态赌徒徒 我在整个MCO里面 都有个案哦 被家人赶出门的 因为赌博赌到欠钱 他们被人逼啊 即使在MCO里面哦 给人家用电话来逼到 好像透不过气这样哦 就一脚踢他 我有一个个案在 在parking碎死一天 在MCO 惨哦 还有一个就是 他被踢出来 但是刚好有 有一个朋友收留他 这样的状况 都出现在MCO 其实我认为 还有更多更多 除了赌博方式层出不穷 庄家为了吸引赌客 也用上了一般商家 惯用的营销策略 寄出优惠促销牌 甚至宣称 有一套独家的必胜方程式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够看穿 所谓的必胜方程式 只不过是透过在输钱之后 一次又一次加重赌注的方式 来赢回本金 但就算能够看穿骗局 又有多少人可以彻底摆脱赌影呢 对长期沉沦赌桌的人来说 借赌是漫长且痛苦的过程 他们不仅得面对自己的心魔 还得抵御来自亲朋好友的诱惑 有一些的赌徒 他知道他自己在康复中 所谓康复中就是可能是三五年没有赌了 但是我们强调的就是 只要他有一次赢钱的机会 他重新掉回去那个陷阱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高 他有抱着这个观念 很多时候亲戚朋友就是这么玩 过年过节而已 玩一玩一两股没有事情的啦 长期帮助赌徒抵抗心魔的辅导员表示 借赌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吃力不讨好 很多时候甚至会成为他们的出气筒 甚至有几个师傅想要打我 为什么要打我呢 因为家里人带他来嘛 他一来到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人讲 他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 是赌赢的问题 债务不可以帮他还 结果他就很生气哦 本来爸爸是要帮我还钱的嘛 见了这个匪贼又没有得帮我还钱 什么叫做戒赌成功 我们就用盖棺论 盖棺论就是 今天你一分钱都没有赌 到永久不赌 到你死那一天盖棺了 那你就叫做成功戒赌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个道理人人都懂 但又按捺不住想要不劳而获的贪念 最终得不偿失 信心戒赌会认为 协助赌徒戒赌 始终是事后治疗工作 根本无法遏制赌博风气 因此希望政府严格打击非法网络赌场 对高利贷施以言行 避免更多人误入企图 马兴社电视叶士尼采访报道